我相信大家对台湾表妹都不是很陌生 台湾学姐不知道有没有人知道 这个自称台湾学姐的台湾特级演员陈竹英 她近年赴中国发展成为一个小网红 她曾经也因为跟田工艺人刘乐妍 从姐妹反目成轴而被人所知 多次发表吹捧中国贬低台湾的言论的她 今年年初她还扬言要放弃台湾国籍 要申请中国户籍 但是一直都没有下文 现在的她也一直拿的是台湾同胞居住证 她曾经也在网路上让中国网民表示 中国的医疗福利是非常棒的 所以她一直想要打破台湾医疗No.1的这个传说 我是一个选择在大陆做手术的台湾女生 郑州这边的这个公立医院里面的这个人员 大家都很很好 我有祖国的社保卡 没想到这个天到好轮回 现在这个报应终于发生在了她的身上 她于近期表示她罹患了子宫内膜癌 然后在网路上表示 她遇到了一些就医的困难 这一番言论惹怒了小粉红 吓得陈竹英就赶紧道歉发表声明 她表示我想在祖国生活直到老死 可以说她是两边不讨好 对于她就医的这个困难 她在网路上 微博上 抖音上都发布了 现在台湾不是要回归的吗 都没有连那个看病都没办法挂号 那怎么回归 这个就是郑大一 郑州大学第一付出医院 约谁 你病人是谁啊 我 你约好必须有身份证号本 除了识表 刚才输你那个 但就那个证号 现在都不行 但是咱们不认可 郑州大学第一付出医院 您好 你们那个 我是台湾同胞 你们那个微信公众号 跟现场预约 怎么都不支援台湾同胞呢 台湾同胞 台湾同胞都没有办法 用微信公众号 约约挂号 然后呢 去现场挂 人在哪呀 我刚才去在郑大一啊 在门诊里边 然后 然后去现场 台湾同胞的关系啊 但你只要 你下载了微信公众号 然后 然后你那个 那微信 微信公众号上面 只有可以填身份证 我们台湾同胞 没有大陆人的身份证 对 你们的微信公众号 应该要有台胞证 跟台湾居民居住证的选项 这个就 没有就算了 我到现场挂号 他说 我现场也不行啊 因为系统没有办法选 你们的系统 那样子不支持台湾同胞 是不对的 政大一不是 与亚洲最大的意愿吗 怎么连台湾同胞的 看病都不支持呢 现在台湾不是要回归了吗 没有连那个看病 都没办法挂号 那怎么回归啊 关于他就义男的这个话题 在短时间遭到了封锁 可以说这个巴掌打得很响 一边在说中国好 没想到这个社会主义的铁拳 来得这么刚刚好 陈竹英他表示 他自己虽然一直想要拿到中国身份证 但是多个月来 依旧没有下文 他至今仍然是拿着台胞居住证 他之前表示虽然台胞居住证跟中国身份证是一样是18码 但许多医院或平台都不支援 导致他多次到医院挂号被直接拒绝 这个社会主义铁拳直接打到他的身上 甚至他说现场挂号穿口人员对他的态度极差 他表示他是台湾同胞 依旧对他态度极差 当下的他直接很崩溃 在现场告诉我是中国人 我要回归祖国 谁咋说都无法改变 谁都无法阻止 同时他也将他的这些言论发布到网络上 却遭到了一些曾经支持他人的围攻 遭到小红的攻击之后 他立马进行解释跟道歉 他说我的视频受到很多大陆网民的关切与评论指教 我想解释一下 所以说他把这些攻击非常的低调的说 就是评论 这是大陆网民对他的指教 这陈竹英的言论一出 惹怒了大批的小鹏 跟友人喊话要他别留在中国 回到台湾治疗 对此陈竹英他紧急发表声明灭火 曾经他是自愿留在中国看病 跟三句不离祖国 频频强调中国的好 台湾的不好 他表示 我加入祖国的社保医疗体系 愿在祖国就医治疗 完全融入祖国人民生活 象征着我信任祖国的医疗体系 与医疗保健事业发展 已超越台湾 你说中国医疗好就好吧 你舔就舔吧 你非得把台湾也带进来 硬踩一下台湾 这样你就舒服了 我最看不起就是这种人 你评论中国好就好 你哪怕把黑的瘦成白的都没关系 你非要把台湾拉出来 你就知道 小粉红最喜欢看到台湾的不好 但是事实 现实就是这么残酷 现在他也终于遇到了 这个社会主义铁拳的这个打击 当他罹患了癌症 也无法就医的时候 所以将这些言论发布到网络上 反映这些意见 却被很多小粉红攻击 话风一转 陈独英再度安抚小粉红 他强调 我想扎根在祖国 在祖国生活 直到老死 陈独英在不久前 还在中国的各大媒体上被夸赞 其中来自大公文汇会网的报道 台湾青年气剑跑 拟入大陆户籍 网友称赞陈独英 瑞智 我觉得这不是瑞智 是弱智 来自台湾地区的武打动作演员 台湾学姐陈独英宣布 已经准备着手办理 把台湾地区户籍迁入大陆 并放弃台湾健保 他表示两岸七岛会同意 他要成为背靠祖国 努力奋斗的榜样 不少大陆网友纷纷表示欢迎赞叹他 这个是瑞智的决定 我觉得这不是瑞智的决定 这就是弱智的决定 我相信他现在在遭遇 社会主义铁砖的打击之后 内心是有一些惭愧的 他自己都说 他现在十分痛苦 陈独英曾经也表示 中国城市发展快 居民幸福指数高 还不断推出会台政策 你就希望这些会台政策 你就是个建立望运 你就是希望这些会台政策 你就是舔 说白了 你就是想要这些福利 这种见到利益的人 我是最讨厌的 他说与台湾媒体报道的情况 完全不同 他认为 与越来越多台湾年轻人 选择定居到祖国 是对台湾错误的两岸政策 做出的最有利的反击 我看了一些大陆网友对他的留言 一定会没事的 加油台湾美女 说实话 第一次看见你的时候 看到你作为台湾同胞 这么爱国 还是挺喜欢的 结果你越来越假 三句不离祖国 你如果偶尔说 还会相信 说祖国这好那好 结果你发现很多人给你打赏 你把别人对你的支持 变成你的戏份 继续让我们给你打赏 现在看到你穿国旗 都反感了 他经常穿这些 印有五星红旗的这些logo 他说 现在看到你穿国旗都反感了 你人在郑州 你真的关心过河南郑州吗 河南郑州最近发生那么多事 你有发生过吗 没有 天天拍那些好的 其实每个国家医疗都会存在问题 这是不真的事实 大陆医疗存在问题 不代表台湾医疗就好到哪里去 你在中国就医 我很支持你 但是你因为个人遇到了问题 就上升到国家 格局也太少了 这就是台湾人的格局吗 开始还挺支持你的 台湾人中的清流 但是你遇到就业难 人家是就医难好不好 但是你遇到就医难问题 不代表所有医院都是这样 我相信不是所有医院都都是这样 但是人家居然遇到问题了 那他提出问题来 有问题吗 没有问题啊 对不对 所以这种言论呢 我就觉得很弱智 但是你遇到就医难问题 不代表所有医院都是这样的 对 他没有代表所有医院 他就是代表反映 他这一家医院是这样的 遇到问题不能提出来吗 这种是你正确的做法 是向相关部门反映 而不是拿出来放在网上 有作用吗 反而给国家招黑 的确是没有任何作用的 但是你这种的言论呢 真的是很弱智 反而给国家招黑 人家是提出问题出来 想要解决问题 你说这是给国家招黑 这些言论就出奇的一致 你反应问题 他说你上升到国家 是给国家招黑 这我就不认同你了 前几天你还说中国医疗福利好 这两天转变这么快 是不是医院没有给台湾同胞优惠 开始抱怨国家医疗了吗 怎么不回台湾就医 你也知道台湾医疗不行 事实上 应该是你名声在那里也臭了 他名声现在是两面都臭了 国内医疗不好 你回台湾吧 我记得你说过台湾医疗更差 相信你还是会赖在这里 享受台湾同胞的福利 我也不想给你打赏了 我没钱了 拜拜 我不知道你是打赏 给他打到没钱 还是说你作为河南人 钱上交国家了 被没收了 我们知道河南郑州 最近发生的这些 取不出来钱 我觉得你可能也是一个受害者 但是大家都知道 中国没有办法发生 对 你可能发帖就被删掉了 所以你只能这样 暗地里表明你没有钱了 果然是很聪明的发表言论了 影片到这边结束 喜欢我的影片 记得帮我按赞 开启小铃铛 你也可以透过加入频道会员 以及超级喜欢赞助我的频道 谢谢 拜拜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